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事外不能只剩佛写的秘密 2018俄罗斯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 那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说说足球的起源 听到这里也许有的朋友说了 这个还用得着你说呀 这谁不知道 足球起源于中国古代 那时候的名字叫做促居 是春秋时期的奇果用来训练士兵体能和技巧的方法 但是仔细了解过促居后 你就会觉得它和足球好像不是一回事 据史料记载 居是一种外包皮革内食米糠的球 这告诉我们促居时踢的球 并不是我们现在在绿荫场上见到的那种硬家伙 反而很像我们小时候踢的沙包 说到这里呢 也许又有人会说 促居根本不是起源于奇果 而是在炎黄二帝时期 他们经常踢石头来狩猎 足球就是这么来的 我们本网这个传说是真是假 总之到了奇果的时候 促居踢的已经成为了类似于沙包的物体了 足球比赛的规则 我们大家也多多少少都有些了解 无非就是在球场的两边 把地上分别建了一面网门 然后让球踢到对方球门里就算赢呗 但是促居不是 促居时的网门不是在地上 而是在墙上 在墙面上放着一个大圆环 把球踢进这个圆环里 算赢 那么看来 促居比赛不怎么像是现在的足球比赛 倒是很像篮球比赛呢 用我们现在的话理解说 促居就像是在用足球比赛的规则 在篮球场上踢沙包 不过对促居我们还有一个别样的称呼 叫古代足球 而且还是国际足连主席亲口说过的 那说明促居和足球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关系的 它们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呢 在大唐时期 中原繁荣昌盛万国来朝 这段时期呢 大唐不仅对外输出了丝绸 茶叶 瓷器等先进的农业和工艺品 还不乏一些艺术作品 文娱活动 其中就有促居 促居经过阿拉伯传入到了欧洲 欧洲人才开始接触到了促居 到十一世纪 丹麦和英格兰发生了一场战争 战争结束后 英国人看到地上有丹麦士兵的人头 于是心中对丹麦士兵就涌起了一阵阵的痛恨 便把他的人头当作促居 踢起了比赛 促居那时是软的 往天上踢毫不费力 贴着地面踢也没什么意思 落在地上也不会滚 但是人头可不一样 你试想一下 一整块骨头一直往天上踢 谁的脚也受不了呀 英国人想到 既然他这么硬还是圆的 不如就在地面上踢吧 踢在地上滚咕噜 还好玩呢 但是还是那句话 再怎么踢 他毕竟是骨头 踢久了 脚还是会疼的 于是后来又改成了 用牛膀胱吹气 做成球 为了增加耐用的程度 人们还在膀胱外 缝制了一层绿皮 现代足球的雏形 就这样单身了 到了十二世纪 英国开始有了足球比赛 但由于每个牛膀胱的大小不一 为了统一标准呢 他们开始使用橡胶 做成足球 到十九世纪出演 足球运动 在当时欧洲 及拉美一些国家 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的英国 已经相当盛行了 随着足球比赛的兴起 英国的足球队越来越多 为了更好的发展足球 这项运动 英国在1863年10月26日 正式成立足协 其他国家纷纷效仿 到了1872年前后 英格兰足协和苏格兰足协 旗下的球队 搞了足协与足协间的首次比赛 更大程度上刺激了足球的发展 为了提高足球的水平 促进国与国之间的交流 欧洲列国希望英格兰能够带头成立国际足联 可是英格兰足协觉得成立国际足联并不现实 所以就没有同意 后来在法国足协秘书长格林提出 他们可以自己成立国际足联 于是在1904年 国际足联诞生在了永久中立国 瑞士 格林也当选为了第一任主席 在1905年 英格兰受邀加入了国际足联 好了 我们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趣事畅谈知识多多 时间太短 下期再说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